一年即將結束就用這2023年最後一部作品精選 帶給你寒冬中的溫暖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年底最強作品我個人覺得毫無疑問 是MADANA這一部20週年紀念 號召旗下所有專屬演員 一起演出這個大團圓巴士旅行戲碼 可以說是這種冬天驅寒火血的最佳良藥 看著這個完全不輸S1的豪華陣容去溫泉旅館 真的是只能用90肉林形容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這還只是上級 跟明年年初下半集合體 不給你的小兄弟任何喘息的機會 那其實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MADANA最近真的是幾乎每個月都有新的專屬 不管是新人開發或是網羅企劃單體好手 積極程度都不輸到其隊啊 像他們這個月就拿下發片機器小花暖 令人印象深刻的臉蛋跟不科學身材 毫無疑問又讓這個發片名單變得更厚了 那這個月也必須提到這部河北彩花的作品 這個月強調就是可以第一人稱欣賞河北那張美顏 還有強調他的口技 那長期以來關注他的觀眾肯定都懂啊 雖然外表十分清純 但河北小姐的嘴上功夫絕對是T0等級的 再加上8種造型 這部連我都忍不住訂購了實體版 非常推薦 接下來是七澤美亞的作品 也是從男主角的主觀視角出發 要把平常囂張跋扈的妹妹 在3天的時間內教育成只聽自己的話 這部的醍醐味我個人覺得就是在那個眼神上的轉換 以及原本充滿輕蔑和反抗的互動 到最後雖然還是充滿小惡魔氣息 但是已經變成男主角的專屬女僕 是這個月沉浸感很強的一部作品 那我們看到這部回歸的風花鏈新作品 這是要跟他一起關在飯店裡面24個小時 讓他任意玩 但這個在場景設定上面可能就比較偷懶一點啦 只有床跟沙發的變換稍嫌單調 但是如果一整天都是跟風花鏈在一起的話 在飯店裡面好像也沒差喔 下一部作品主演是良生靈夢 這次強調的主題是 密室零距離 狹窄的空間 不能出生的環境 就只差一個犯人跟不在場證明 那不管是在廁所、貨車、衣櫃、電梯 甚至紙箱 良生小姐都把那種緊迫的刺激感演得非常好 在這邊也同時推薦一下ABW-023 一樣是不能出生的緊貼接觸刺激 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這部 神木莉的作品 扮演一位美人接待員 那我很簡單 看到這個造型直接去看就好 散會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請問可以跟你合照嗎 好啊沒有問題啊 我真的很喜歡你的頻道耶 真的假的謝謝 希望你的頻道可以越來越多業配 業配 可能你們會喜歡看業配嗎 怎麼會不喜歡 業配不是才是你們創作的來源嗎 沒錯業配是支撐我創作的全員 你的最愛Surfshark又來了 支援超過上百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Surfshark VPN 想保護你的網路足跡 Surfshark VPN 一個帳號享有無線裝置數量 Surfshark VPN 現在加入每個月只要2.21美金 提醒你各位 我大河北新的寫真月曆就要開賣了 在台灣不用VPN到Fenza看是絕對找不到的 只要一鍵按下Surfshark VPN 讓你跟心目中的女神零距離 12月還有聖誕節獨家優惠 訂購時輸入折扣碼Fingermaster56 立刻享有限定優惠 以及5個月免費使用期 好 呃 我現在馬上訂購 很好很好很好 謝謝你一直通 謝謝 那下一部作品我們看到的是 我覺得這個月最精彩的劇情片 由大島趙悟進出手 搖述男主角傑成 因為跟隔壁的單親媽媽中優希 兩個人名字同樣發音的關係而有了交集 傑成也對這個充滿了故事的女性 感到好奇和心動 彼此越走越近 那最後的發展我就不在這邊爆雷 但是我個人覺得本作不管是肉系或是文系互動 都值得好好欣賞 欸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月竟然還有 小甜優小姐的作品 是不是表示她其實還在業界呢 跟大家小科普一下 在目前業界心法以及作品後製時間影響之下 我們看到的作品原則上都是拍攝後四個月才上市 也就是說雖然小甜小姐應該沒有正式隱退作 但在社群全數消失的情況下 應該也是在這幾部存檔發售之後 沒有特殊情況就不會再有新作品了 大家且看且珍惜 緊接著我們看到這部作品是由 極跟幼莉愛小姐演出的二次元改編 那這當初有個小插曲啊 因為本作髮型的關係 甚至讓Moodies官方推特 把她給認作是田中寧寧 那講到田中寧寧 其實她在這個月份也是有推出二次元改編 而且還原度也是非常出色啊 因為原作一樣是強調那個風雨感 讓她來演出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另外還要再推薦一部二次元改編作品 那也就是我們的Nia演出這部學生制服的題材 可能是有原作的關係啊 個人覺得在觀賞的時候 有把Nia心境上逐漸解放的感覺拍出來 跟極春卓叔叔的互動也是實用性很滿 非常適合在下雨天看的作品 既然前面提到那麼多二次元改編 就不能錯過這個月最具話題性的新人 這個AI演員木花欸 看完之後我只想說 Fenza還我錢 這部作品真的證明一件事啊 那就是我們的科技還沒有到 AI可以取代真人演員的時候 接下來就來看到小蕭虎男的最新作品 劇情設定簡單暴力 就會讓小蕭小姐換十種造型 不管你是黑絲眼鏡制服控 想要看她主動被動都能大滿足 身為她的粉絲真的是只能說啊 這部沒看整年白看 強力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要推薦的就是 Idea Pocket的串流限定作品 也就是說這部並沒有實體收藏 由安基花小姐出演 那也是目前Idea Pocket的新生代中 負責擔任大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串流系列啊 劇情都非常的簡單暴力 拍攝兩個人在飯店殘眠 這種題材當然就會身材越暴力 看得越開心 所以我這部真的是大開心 然後看到這部作品本月份的CK代表 由身材十分匀秤的響簾出演 劇情描述上司因為趕不上末班車的關係 只好借助下屬家 想不到下屬在家裡面穿得比較輕鬆啊 竟然換上全套CK內衣 還請上司幫忙做伸展運動 這就讓上司受信大發直接出手 還好兩個人是兩行相悅啊 不然就得怪CK誘惑力真的太強了 好了接著這部作品 S1的大型新人錯語流小姐 這次演出的經典系列 強調就是肉體跟肉體之間的強力碰撞 可以說是S1證明作戰能力的必經洗禮過程 作為目前S1的新生代肉感代名詞 這種拳拳到肉的主題 當然就是最適合他 推薦給各位收看 接下來這位是Moodies 又有一位一億元大物 百田光熙 上次我對這個數字有印象 應該是沖田信黎小姐的時候 號稱陀寶的一億日幣的超強肉體 那這次也是一元等級 我們就來好好看一下 那我個人觀賞之後的感想是 身體真的很強 有一種當初看到水浦鷹那種等級的衝擊感 不愧是一億元的Body啊 緊接著看到這位是左三愛 現在我都一邊看他的作品 一邊玩人中之龍 感覺真的是妙不可言 這次演出這個偷吃的人妻 整部作品把那個好吃不黏牙的感覺 詮釋得很好 作品裡面的造型也超色 健在弦上的時候推薦這一部 接下來這部作品是由改名再出發的 三岸啟花演出 在跟擅長拍攝吃女解戲的真校導演合作 聯手打造出這部幸福的同居作品 描寫三岸小姐因為嫉妒心太強的關係 決定把男友的大小頭都牢牢控制住 聽起來有夠可怕 但是畫面有夠快樂的 感覺就像跟你說惡靈古堡是恐怖遊戲 玩了之後才發現是喪屍的恐怖遊戲那種感覺啊 接下來這部作品非常趣味喔 由揪尾牙醫演出 故事描述女友的姐姐回到家都直接淚倒 毫無防備睡沙發睡地板 於是我們的男主角就趁虛而入 把那對大白兔拿來示意把玩啊 但是夜路走多總會碰到鬼 有一晚直接被撩包 想不到揪尾小姐其實也是餓很久 兩個人一拍即合 那其實這部的劇組我個人覺得是充滿惡意啊 因為那個正牌女友的長相 嗯...真的... 我們緊接著看這部作品 伊藤吳雪小姐在本作全是一位過勞護理師 平常除了尋床之外 竟然還要在晚上處理各位病患的生理需求 只能說這種血和醫療亂象需要你我一同關注 喔還有那個白絲造型真的有夠讚的啊 下一部作品最近常提到的雙本夏夜小姐 真的是個人對文香社最為期待的一位新人啊 這個月竟然也演出了經典的高級內衣主題 不用多說 喜歡雲襯身材跟長腿的影迷是絕對必看 OK 接下來這部作品 劇情描述男主角搭長途巴士 結果大塞車只能在車上瞎耗 這種經驗相信不少人都有啊 我個人也曾經在高雄台北的客運 塞過十多個小時 但是這部的男主角很爽 因為他旁邊的人妻殺蒼蒸菜也是很無聊 就一直誘惑他 像這種車我們就搭不到 唉... 再來看這部 咪嚕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完全丟盡了喜歡妹戲演出的好球袋 描寫雙親再婚 所以男主角多了一個新妹妹 想不到是走辣妹風格 而且個性還囂張跋扈 只好讓他好好了解什麼叫做業界的兄妹關係 那本作不管制服或是浴衣造型都很有青春感強力推薦 接下來這部是由明里酬小姐演出 這個主題可以說是喜歡看口技的觀眾絕對不能錯過的 因為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你如果在剛釋放之後 還持續刺激小頭的話 那快樂可以說是會跟痛苦交雜在一起 本作的明里小姐就會在你已經沒有了 還拼命一直訴一直訴 讓你一邊看一邊有種不知道要羨慕還是嫉妒的感覺 非常推薦 那下一部作品是由沙月慧奈小姐演出 這部竟然是後門解禁的作品 說真的作為一個開刀過樓管的人 我都會對拍後門作品的演員抱持敬意 雖然因為馬賽克的關係那個鏡頭的衝擊度沒有那麼強 但這個震撼是不會因此而打折的 所以在這邊也向沙月小姐致意 接下來的這部作品則是日向楊奎小姐的隱退作 沒錯 雖然封面上沒寫 但是日向小姐自己在推特上面宣布了 這是她的最後一部作品 那還是希望她接下來發展一切順利啊 我們再看到這部作品 沙月牙醫小姐演出一個有小秘密的學生 清純的外表之下其實經營著私密帳號 在放學之後跟各位叔叔伯伯做些苟且之事 這個劇情設定真的是非常貼合現在的社會風氣 讓人看的帶入感十足 但是還是記得要注意啊 記得先看身份證有沒有成年 接下來看到這部作品說真的 初音時小姐是我很早期在看片時愛不釋手的一位演員 那她也是在業界打滾多年 從當年的青色臉蛋到近幾年讓人感嘆歲月無情啊 也從一線專屬轉到企劃單體 我還是必須說啊 臉蛋雖然有年紀的痕跡 但她的肉體還是不俗 這部這個拍片工作人員拍到變演員的劇情也是很有趣 推薦給大家收看 接下來這部作品可以說是目前我在業界最關注的小個子演員 由梁佳奈小姐演出 那這部作品不管在拍攝跟主題上 我覺得都有一種粗糙生猛的感覺 就是找一堆人來播種 把整個房間弄到一片狼藉 整個過程也拍得非常直接 完全沒有要連香惜玉的感覺 喜歡這種原始感的影迷 那我就推薦收看 再來就看到這部作品 S1的女友不在系列 可以說是沒有一部是弱的 今天這部由本相愛小姐詮釋的作品也不例外 在劇情上竟然還特地加上海外歸國這個設定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本相小姐的英文口語可以說是業界最頂級 那這個在劇本上真的是頗為用心 那內容也是絲毫不含糊 有幾段看他擺動他的腰臀 真的是無敵 這樣的推薦 今年的最後一部推薦就是這一部 松本一箱在本中的新作 只能說他跟薩摩阿里之間的配合 真的比OK連線還要絲滑 這次的主題是讓酒醉的松本小姐大吃一驚 作品裡面真的把它拍得超色 甚至讓人開始懷疑他到底是假小還是吃煉乳 可以吃得這麼開心 松本小姐的演出也是超級誘人 只能說看完之後啊 我真的是要休息到明年才會恢復 好那以上就是2023最後一部精選 希望大家明年一切順利再來一起分享好作品 我是總子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